性的時候 不管是增長性 佛性也好 是自信性 佛性也好 一定會談到說 這是唯因嘛 它轉變的果是什麼呢 它轉變的果是 三生了 這是我們所獲的果 所以我們說才還沒有講到後面的例子的話 大家有可能要先 一定要了解所謂的什麼叫做三生 那我們所謂的 若是 佛的生是什麼意思的話呢 它就有它的廣義的定義了 有廣義的定義 像什麼的話 我們是不是說 是不是有兩個祖師大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在講 20生的時候就說什麼 有阿瑟黎 獅子賢大師 跟聖解脫君嘛 就是這兩個人的說法來講的話呢 是完全在20生的不一樣的 一樣 那我們在什麼 我們在聖解脫君的說法 跟阿瑟黎 獅子賢大師 對於佛的三生的說法也有不太一樣的 那聖解脫君他的認知的時候是什麼 他如果是佛生的話呢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佛的三生的其中一個 就什麼 就只有自信法生 暴生 化生 他說什麼呢 他說因為在《波爾經》當中 沒有提到 智慧法生這件事情來講 他說他什麼 他不承認有智慧法生的 他不承認 不代表說他不承認一切種子 大家要承認一切種子 跟智慧法生是另當別人 他承認一切種子 他承認有這個 可是他不承認智慧法生這件事情 因為智慧法生 他說在《波爾經》當中 從來沒有提過這個的用詞 所以他就說什麼 他說 若是佛 不一定是佛的三生的 其中任何一個 像什麼 佛的一切種子 是什麼 他是佛的三生 不是 是佛 但不是佛的三生其中一個 如果是佛的三生其中一個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自信法生 不要說 應該是 一定是自信法生 一定是暴生 一定是化生的其中一個 那在以四賢大師來講的話 他要說什麼呢 他說 若是佛的三生 他可以說什麼 他總色 可以算說什麼 這個佛的三生的分法沒有錯誤 但是 若是佛的生 不一定是佛的三生 也不一定是佛的四生其中一個 那佛的三生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自信法生 報生 化生 那第四生再加上去是什麼 他加上去就是智慧法生 按這以外有沒有 就所謂的佛的生 但不是有 他說什麼 乃至是佛的任何一個功德 只要是佛功德的話 就一定是佛的生 應該說什麼 反正是佛跟佛生是什麼 是同意的 那佛生的定義是什麼呢 他就說什麼 透由四加行 所修持而獲得的究竟的果位 這叫什麼 叫佛生 我們就說什麼叫做佛生呢 就是透由四種加行 四種加行的修持而獲得的究竟的果位呢 究竟的果呢 這叫佛生 佛生來分的話呢 可以分為這四個 所以可是但不一定是這四個其中任何一個 像舉什麼例子呢 他說什麼 像佛的任何的這種 韓毛啊 指甲啊 乃至頭髮啊 三十二項 八十隨性好的這個功德 我們都可以說是什麼 都是佛生 但不是佛的四生其中任何一個 這個來講 那我們提到 暴生跟化生 我們上個禮拜應該都提到了 暴生是什麼 就是具有五種特徵的 這個究竟色生來講 我們叫做暴生嘛 大家還記得我們說 什麼五種條件是不是 處所 髮 眷屬 相貌莊嚴 還有什麼時間 這五個時間 一定是具備的時候 這個固定的條件的 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這樣的色生呢 我們叫做暴生了 那不一定具備 五種條件的 這一種色生的話呢 或者沒有具備 五種條件都具備的 這樣一個色生 我們叫做什麼 究竟的色生呢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化生 所以化生出來的相貌 跟暴生出來的相貌 是完全不一樣的 暴生只會以一種相貌出現的 以化生出現的相貌什麼 是千百億化生啊 它可能我們看到的任何的相貌 都不一定的那樣子 那自信法生 我們來講的話 自信法生它又可以分為 我們來講說什麼 我們一般分為兩種 自信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跟暫時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我們以前有講過 我記得來講的話 那自信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是什麼意思是說什麼 它這個本身的本質從 本來無始就是自信清淨了嘛 因爲什麼 這是無地實的這個究竟的體性 這不是某一個人在某一個時候 才有的 也不是人家心的賜餘的 而且是什麼 是它所依靠的這個心事的轉變 這個心事的轉變 所依的 或者這個依靠的這個心事 它從凡夫變成武道 乃至到最後成佛的一切種子的時候 然後這上面的那個空性 我們就稱之為叫什麼 叫自信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而暫時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這邊的法生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代表說不需要依靠因緣 而有的佛的這個生 我們叫什麼 叫自信法生 這邊的法的意思 不是一般有沒有的這個 我們的法的意思 而這個法是什麼 是不需要依靠著因緣而有的這個佛生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自信法生 所以暫時性清淨的法生的時候 代表說什麼 不是代表它本身是暫時的 如果它本身是暫時的話 那代表它是無常了 那就有相違背了 而是說什麼 這個自信法生的案例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要去逐暫時性的東西 而是什麼 我們就是所謂的佛心序當中 因為滅地所生起是什麼 是它永久遮止掉了兩種障礙 它永久遮止了煩惱障 跟所知障的緣故 什麼是暫時呢 這個煩惱障跟所知障 是暫時的時候 所以把這些暫時的污垢 永久清除掉的這個自信法生 我們稱之為講什麼 叫暫時性清淨的自信法生 它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心序當中的這種滅地 說我們所謂的佛陀大洩托 佛的果位 真正的佛的果位 真正的洩托的果位是什麼 就是這個滅地了 不是其餘的 好像到了某個境界或者來講 是不是我說我 因為今天大家還 剛收到我以前小時候 應該是剛學佛的照片 我就想到說這個小孩過了三十年 還蠻大的變化 以前我認為卸托是什麼 大家可能以前也跟我一樣 認為好像有一個國度 是從這邊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叫卸托的話 這不是我們佛教徒所說的洩托 所謂的真正的洩托就是什麼呢 是從我們夜跟煩惱的束縛 永久脫離 永久斷除的時候 什麼 就是何時獲得了 斷除夜 煩惱的 這個滅地 何時獲得呢 它就獲得洩托了 沒有獲得 縱使你到了佛土 縱使到了淨土 那也不算是淨土 那跟淨土 或者那個跟真正的獲得洩托 沒有任何的關係 就是縱使我說 我們不說一定可以到的那個淨土 我說縱使可以到了淨土 可是沒有獲得說從夜跟煩惱 斷除的滅地 如果沒有獲得的話 這個人永久也不會獲得洩托 也不算獲得洩托 縱使這個人在地獄 或在我們這個娑婆世間 他何時獲得了滅地的時候呢 就是斷除了夜跟煩惱的滅地呢 他就什麼 他就獲得了洩托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阿羅漢了 就是所謂的洩托了 所以剛剛講的 我們常常講到自信法生 報生 化生 大家應該就比較清楚了解 那智慧法生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智慧法生的意思也是說什麼 應該是法生是依靠著這些才會 才會可以安利出來的嘛 是不是 法生是能不能安利 是由這個心事才會有的來講 你看不管我們說是 自信性親近的自信法生也好 或暫時性親近的自信法生來解也好 都是依靠著這個心事來講 所以他叫智慧法生嘛 他自己本身是什麼 他是一種這個智慧的 來蓄留而有 什麼呢 法生是依靠他而安利嘛 所以後面在這個辯論來講的時候呢 剛剛講的這個聖解脫經說什麼 波爾經當中沒有講到 智慧法生的這個來講的話 那獅子賢大師去遮止這個 他說不是了 在波爾經是怎麼樣去詮釋出智慧法生呢 他跟別人不一樣 他不是直接把智慧法生挪出來說 這叫智慧法生 他說什麼 他是說為自信性親近的 自信法生的所空的那個例子呢 就是在講智慧法生的 他不用特別的挪出來 他在這邊解釋的時候呢 就有間接的在詮釋了這個東西來講 所以不是沒有講到 這是我們後面我們八品 限關專案論八品 我們會更詳細的跟大家講 但顧名思義 智慧法生是什麼 是法生所依靠著 所依靠著什麼 所依靠著那個智慧 我們稱之叫智慧法生 所以也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一切種子 不管是什麼 是通達如所有性的一切種子也好 乃至或者說通達近所有性的一切種子也好 這個我們都叫什麼 都叫智慧法生的 好 那我們大概應該是說 要跟大家想要補充的一點點的 是這個來講 大家如果以後聽到佛的三聲也好 佛的四聲來講也好 就知道說他在指的是什麼事情 好 那我記得我們上個禮拜 應該是講到這邊的 我們應該是講到哪裡的 我們講到了第147頁 對不對 我們應該講到第147頁的 這邊來講的 我們講到哪裡 我們引用了經莊嚴論的這個寄送 對不對 我們應該說什麼 性種及真種 所依及能依 因之有非有功的度異故 是不是我們講到這邊 是什麼 主要最後的意思 我們簡單的複寫來講是什麼 就是有跟沒有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引用這句話說什麼 有佛性的時候 代表這個人還沒有獲得佛頭的果位嗎 他已經獲得佛頭的果位的時候 已經獲得熱功德的時候 這個佛性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要獲得佛頭的果位 為了要洩脫的緣故 為了要度 這邊翻譯的這個詞是什麼 是為了要度脫離的緣故 才會講到佛性 他已度脫了 就是什麼呢 就不需要這種的所謂的佛性 這個佛性就轉化為佛了嘛 他轉化為佛了 所以我們說佛性的時候 我是不是常常講說什麼 有佛的時候呢 他所依靠的這個佛性 就已經停止了 或者已經轉變了 有佛性的時候呢 代表說他的果報的那個佛的果位 還沒有生起嗎 還沒有產生的 好 所以我們應該是到這邊 應該是從段落來講 應該是第三段的一開始嗎 我們講到說 經狀言論這邊呢 那說什麼的話呢 那同樣也是說 其中 自性種或如來界障的體性 安立為一眾生心的法界 以華言經說 為佛子 因知菩薩種是精進於法界 如虛空騙廣 自性光明 比如是安住之菩薩 是能生為過去諸佛的世尊之種 能生為當來諸佛的世尊之種 能生為現有諸佛的世尊之種 那什麼來講的話呢 應該這邊來講的說什麼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稱之為說什麼 說什麼 我們說自性性總性 或者講說如來障 我們講說自性性 他把這邊翻成為說 如來界障 我們就是什麼 當然是可以講如來界障 可是我們比較常聽到什麼 就是如來障 我們是不是常常在 一般常常說 這有如來障 或什麼 就是在講自性性總性 所謂的如來障 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自性性佛性的 這個自性性佛性也好 如來障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眾生的心事的法界 或者這法界是什麼 以後我們在經書 或者在波爾經 看到法界的意思是什麼 它不是我們所謂的法界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認為法界 好像認為是像世界一樣 有某一個 也是某一個地方 這個法界的意思不是 是什麼 是空性的意思 我們所謂的 近虛空騙法界 真的來講的話 我以前認為是說 騙出所有的一切的世界來講 真的在經書裡面 所謂的法界的意思是什麼 是空性 為什麼叫騙法界 應該說這個空性是無所不騙的 所有的一切的東西的究竟性來講 都是無地實的 那同樣的話 我們說什麼 我們說 某一種 這邊來講的話 它說什麼 很重要是什麼 是 為一眾生心的